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第一位是藝人麥姬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麥姬 好 那另外邀請到的是生活旅遊作家 溫世凱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我是溫世凱 好 以及藝人拉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財經專家 詹惠珠 鄭大哥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媒體人迪志偉 男朋友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 我覺得這主題讓我心情都想飛了 我們就叫想飛的心情 因為這個大概疫情慢慢地就會結束了 那大概全世界已經慢慢地要恢復正常了 其實我覺得全世界每個國家 因為你知道會報復性消費 所以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拉觀光客 賺這個觀光客的錢 那可是老實講 大家都想飛出去 所以飯店 機票 可能價格跟以前都不一樣了 這樣 那我先請教一下四凱 如果說農曆的過年 還有就是這個寒假 明年春假 這個機票價格 大概跟以前比怎麼樣 差蠻多的 特別分兩個完全不一樣 一個就是東北 東北大家熟悉的 就是日本跟韓國 機票超高 但是東南亞像是泰國 還有越南反而持平 所以其實我還蠻推薦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在這段期間出國的話 考量到你的荷包的話 走東南亞會比較好一些 而且天氣也比較好 為什麼呢 第一個航班的問題 因為航班牽扯到就是說 我今天只有 例如說 我現在只有五班 跟我現在有二十班 你看那個容量是差很多的 所以價格是浮動制的 它會有所改變 那因為日本跟韓國 現在是大家擠到那邊去 還有一個問題 他機場他根本容納不了 他人力不足 所以他整個時間都拖的時候 他就開始減班 所以這有很多狀況 是一般的朋友們 可能不太理解說 為什麼老式價錢 價錢那麼高 那剛剛解鋒一開始 我們稍微簡單聊了一下說 接下來還碰到春天來了 那個價錢又會再改變 那有些動作就會這樣 相對之下 我們東南亞的話 你會發現到 他從去年開始 大概是七月左右 因為他們是 特別是泰國 他是跟上歐美的潮流 所以說他的航班 早就從七月 就開始陸陸續續回來 等到一直到去年年底 他基本上都已經慢慢恢復正常 當你慢慢恢復到正常的時候 你是容納是夠的 夠的話 他的價格 他其實沒有太大的浮動 跟我們疫情前的價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甚至還有出現到像華航 他飛那個清邁的時候 才來回才七千多塊 這麼便宜 對 還低於我們正常 是那個連價航空嗎 不是 華航 華航 而且是重點是直飛 這才是一個重點 不是虎航啦 不是 那虎航的 他的價格的話 他更低了 所以為什麼最近大家很關注虎航 就是因為說 第一個他是臺灣自己的航空 第二件事情說 他的點很多 他的價格就是 他先出來是很親民 可是大家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這種東西就是 我們三個人去同時買票 可能我先進去看 我看到的 例如說我看到的是兩千塊 好便宜 可是你要進去看的時候 剛好他已經卡進來 他也在看票 同時間在看票的時候 我們兩個票 他的票可能就變三千了 然後你的票就可能變四千了 就可能我們同時買 但是我們坐在一排 很可能會有這種 價格不一樣 價格不一樣 這是一般人比較少知道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坐飛機 因為好像中間有四排 你就問問對方 你買幾塊 就不可以打就對了 所以不要老是說 天網路上面說誰誰誰 哪家航班怎麼樣 其實他牽著的東西 還蠻多的 但是在這邊 我們確實建議一點 就是說在過年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大家傾巢而出 那之後他有兩個決斷 那剛剛講說 東北也會稍微的緩一些 但是不要忘了 三月有櫻花 從二月到三月中間段 其實是唯一 你真的想去東北的話 這是一個好的時間點 對 你知道以前非美國 就疫情之前 非美國應該差不多 也是三四萬吧 經濟艙 差不多 現在非日本經濟艙都要三四萬 對 像我朋友過年 他們要過年要去的那個 那個經濟艙 就已經到三萬九了 然後經濟艙三萬九 對 然後你到了看櫻花的季節的時候 就是到了四萬以上 經濟艙 經濟艙四萬以上 對 那如果全家有四個人 那就十六萬 所以你知道曾大哥 像我們搬過年 我們搬要去賞櫻花 我這次他們要去東京京都 什麼叫你們搬 我現在有在台大有念書 我們有一個類似畢業旅行這樣 他們要去京都賞櫻花 我就不去了 因為那個光機票就要四萬塊 所以那你想看 其實我覺得櫻花 其實它是從南開到北 那如果我五月再去 我可能我的機票只要 經濟艙只要兩萬出頭 那我可以也 通常也是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櫻花 其實現在因為航空公司的操作 他就是他的價格 就是跟著跟著假日 像以前我帶小孩子出去的時候 比如說好 一月二十號開始放寒假 他一月二十號就開始漲價 他就是知道你很多人要去 對 所以就是說 那個我覺得不用真的 不用如果說像看櫻花 不用趕在跟大家一樣 但是因為過年 因為大家的假期都一樣 所以過年就非常的多 就去看人 所以我其實也蠻鼓勵大家在過年 或者是春假的時候 去東南亞比較好 天氣也比較好 天氣又好 東西又好吃 機票又便宜 飯店也便宜 對 重點在這邊 而且是大哥 你喜歡打高爾夫球的話 那邊現在的價格是最花 而且疫情錢還要低很多 對 像我本來是跨年的時候 要去冰城 就是馬來西亞的冰城或鹹港 然後像也有朋友他是去菲律賓 就是因為大家會想說跨年 應該很多地方都會很滿 其實真的東北亞比較多人 或者是去雪梨看那個煙火 真的去東南亞的人比較少 可是你想想看 整個飯店 那邊都在說台語 對啊 我有朋友他去長灘島跨年 他們一家三個人 就機票連住宿一個人一萬塊而已 然後他們還跟我說是住VILA 然後每天都有早餐 他就說他起來就是看日出 然後玩到看那個日落 我說一個人一萬塊而已 他說對 我說現在還有嗎 他說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可是他是跨年團 所以的確你不要跟著人多的地方去 你可以撿到便宜 我今天為了做這個節目 我就上網去查 跨年 譬如說漆漆漆漆 經濟艙可能還有一兩張 但是要三萬六 商務艙 五萬五 五萬五 對 大哥你講到一個重點 這是我們從去年十月開始 一路到現在最大的一個改變 也是疫情後的一個改變 對 越貴的最先賣掉 飯店越貴的最先賣掉 商務艙 豪金艙第一個全部首號 反而是經濟艙有很多口味 商務艙現在也都幾十個 都賣光光 全部賣光 對啊 你是怎麼把錢當作 沒有 我沒有去問 所以你出國也一次把它開下去 所以報復性 報復性 很多的研究 第一個確實是 就像志偉哥說的 他是一個報復性 第二件事情他們比較考量的是說 我跟你講我已經被關了三年 我要對志偉好一點 舒服一點 所以那個座位來講 如果我要飛某種 這個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以上 我一定選擇我要舒服一點 這 不好意思 四個等一下再請你補充 不過最近大家你知道都要跌 我朋友就這樣 我喝到這樣 員工 我你怎麼喝到這樣 我們三年沒辦了 那個配額要把他喝回來 有這種心理 很多都是這種心理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麥姬 他是藝人 但是他收入一年都幾千萬 沒有 你最近不是去日本玩了三趟嗎 對 因為我覺得我很喜歡日本 可是沒有賺那麼多 只是就是拿自己的積蓄這樣子 當那個月光組 就我從疫情開始到現在 我已經去了三趟日本了 然後去了兩趟大阪一趟的那個東京 可是我之前去的話 雞加酒喔 就是跟旅行社買都才一萬五 然後都是有時候 還有幫我升等商務償不一定 可是我這次去的話 我大阪光是機票 就一萬八千九 然後住的話 就是也是差不多兩萬多塊錢 我去七天六夜嘛 是 對啊 然後去東京要到兩萬一千九 就那個價格比起來 就是跟以前哇 真的租租 快要可以買兩趟了 聽說你最近又要去沃尼瓦 對 因為我小時候 小時候我媽媽就是都會帶我去 那個沖繩玩嘛 然後就是想說 慢慢的想說 最近要帶媽媽去 再去一次重遊 就地重遊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發現 那因為沖繩真的 能買的東西真的很少 所以我就覺得說 大家那個聯航就可以了 對 然後我看那個機票 年後才差不多一萬一而已 對 就是相較之下去 東京大阪就是 沖繩好像便宜很多很多 是 是 到底日本什麼東西吸引你啊 我去日本我這次去的話 主要是去參加他們一個那個慶典 就是去買他們的這個 就有點像是那個 我們臺灣不是也會 然後年貨大街嗎 然後日本就是有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 那個叫做熊手 象徵就是說 你所有的東西 就熊的手都抓得住這樣子 然後裡面就會 各個大大小小的這樣 就是有三四千攤這種攤位 然後光是那種夜市的攤位 就有六百攤 那你就可以買這個祈福這樣子 這是祈福的 對 就是大家都蠻可愛的 人家就祈福作用 這個一個多少錢 這個的話是七千塊日幣 就差不多兩千 兩千出 不到了 對對對 然後這個的話 是五千塊日幣這樣子 但就是主要是買不貴 可是就是要帶回來 就是很麻煩 因為怕他壞掉 拆會壞掉 拿著他上飛機 對 他確認的時候 那個 如果你把他捧在這裡 人家就會拍拍你的肩膀 對 然後那個地勤人看到拿這個 他們都很親切感這樣 因為這都是他們平常自己的 對 就這個東西 那你為什麼這麼喜歡這個 因為我就覺得 日本人這些東西都很可愛 我很喜歡招財帽 或是不倒翁的這樣子 對啊 然後所以這次 這次去參加他們那個慶典活動 是 對 然後就買了這些東西 那除了慶典之外 還有什麼 什麼吸引你 就是他們的一些商品 因為他們 我們現在不是 那個匯率很低嗎 對 然後其實你相較之下 你如果買一般的東西 譬如說你販賣機飲料 可能本來一百塊 現在真的會小幅度的漲價 變一百二 一百三 可是你如果買那個精品的名牌 真的那個折扣下來 就是真的很誇張 LV可以到七折 對 LV是最便宜的 我超過朋友去幫阿嬤 幫媽媽買很多LV包包 然後還帶回來台灣代購都賺錢 對啊 你看看話題差這麼多 他喜歡那個 他喜歡包包 你看看 沒有 我延伸他說精品的話題 我只是挑出來說LV特別便宜 因為Shanel跟其他品牌 並沒有這麼大幅度的降價 你說LV可以打七折這樣 我這次在那個高松 也是看到一個LV的包 然後我本來不想買 我朋友就說你趕快買 我在台灣買九萬 然後我們那天算下來五萬 超那麼多 我就很勉為親愛的把他買下來 因為覺得好像賺到的感覺 對 為什麼會差那麼多 因為就是第一個就是因為匯率 因為匯率其實日本這兩三年來貶值大概四成 然後他又加上退稅 所以就是本來定價就比較便宜 然後在匯率的因素 那他所謂的九萬是在台灣買了 因為台灣本來就比歐洲貴 那你想看 那所以這樣一來差很多 所以我這次去日本 我就覺得真的很多 就是你會覺得花得很開心 因為以前我們在去日本的時候 大概都要差不多比零點三 現在是零點二二 像我們四個人去吃那個燒肉 都是很好的 品質很好的和牛 我們這樣四個人吃下來 大概兩萬塊日幣 差不多一個人平均大概一千多塊台幣 同樣等級的 我覺得如果到那個 有一家很有名的什麼杯的去吃 我們四個人可能要吃一萬多塊台幣 所以就真的差很多 真的你會覺得你的錢變得很好用 不過好像現在日幣又有一點升回來了 但台幣也升 所以是這樣就零點二二到零點二三 那個比例差不多 那像其實你台灣的UNIQLO 已經很便宜了 可是你去日本你發現更便宜 更便宜之後你會又更便宜 所以你就真的都買得很爽 因為我去大阪也是一樣 你就去比 比方說UNIQLO在日本 你看這一件三千八百塊日幣 其實很便宜了 然後你去查台灣官網的是 台灣是賣三千八百塊的台幣 這樣大家就有感覺了吧 然後我去那個他們的duty free 因為GU是他的付牌 你知道就是我挑了二十幾件 然後我付錢的時候 才台幣八千多塊 就是我跟我兒子三個人 因為我們現在身高都差不多 就買來父子一起穿 買了有外套大衣 毛衣 褲子 買了二十幾件不到一萬塊 因為就像那個惠珠姐講 還有退稅 我一個朋友 他今年買到退稅的時候 是那個還沒到機場的時候 那個海關人員就說 鄭宏怡先生是哪一位 然後他只是舉例 買太多 然後他要查他的東西 因為他去買一些什麼香檳酒什麼的 然後又買到 買一些包 買到很多 買了好幾百萬台幣 就是日本 你有發現 你有碰到說日本海關來查 查驗東西的嗎 我自己這一趟在 因為我上個月在北海道 我碰到我覺得最誇張的就是 你知道以往我們就是很習慣 就是因為他機場很好買 特別是要臨走之前 還是要買的大包小包上機場 對 非常好買 但是大家一定要千萬要記住這一次 你如果去日本 只要有看到東西趕快買 因為過了這家店 很有可能就沒有了 你知道那個新千歲機場 我們一進去是空的 全部被買光光 全部 然後只剩下一家店 然後唯一他在補貨的是什麼 薯調三兄弟跟巧克力 其實他們直接自己會慘的 其他東西全部買完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我自己覺得 這誰在買 台灣 大家都在台灣 你真的是剛剛跟鄭大哥講的一樣 因為我們這一次回來的時候 因為人太過 過海關的時候 因為你從來每次過 大概只有十分鐘 你就咻一下過去了 這一次我們排了 大概一個多小時的一個時間 全部是講的是我們熟悉的台灣 唱的台灣話 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第二件事我自己很有感的是 因為我想喝咖啡 特別是日本人對咖啡沖泡呢 他們有一些手法是台灣沖不出來的 我講一個就是說 喜歡喝咖啡的人知道 藝劑咖啡 很有名很貴 可是你如果你要沖泡得好 不簡單 對 然後你知道我特別跑去 我這幾年常去日本 就是專門為了喝那個 我在疫情前 我跟我朋友們兩個人去喝 在當時已經算是全店最貴的一家 一杯咖啡 我們三年後再回去吃喝 一看到 漲了一半以上的價錢 嚇了一跳 可是當你 那個製判機拿來一算 怎麼比我四年前去喝的 竟然還便宜三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個的價錢的一個轉換在那邊 所以當下跟我朋友說 要不要我請你 那時候就很大方了 就變成是這樣子 鄭大哥我有一個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如果你是從日本回來 你要搭飛機 你是搭經濟艙 你一定要提早上飛機 因為不然你上去的時候 你的東西沒有位子放 對 因為你都被人家放滿 大家每個人都大包小包 所以你一定要提前上飛機 那沒有地方放怎麼辦 就要放在後面一點 很多東西下飛機的時候 就變成說你要等大家走完 你才能去後面拿 對 有道理 其實這一點對空服員來講 其實他們是很困擾的 因為按理說 我們這樣想好了 我買這一張票 所以我的位子 我本來就我有的權利 是我放上面 就是我的空間 可是不好意思 因為來者時刻 每個人都淋上來 你總是要處理 他就一直放放 放到最後 可憐的是那些空服員 他們要想盡辦法 把他們自己弄 私人的東西的空間 把他騰出來 說來我幫你把一方 待會下飛機的時候 我幫你送出來 常常在那邊弄 弄了很久的 大家坐滿了 因為你的行李還沒喬定 所以飛機沒辦法門關 關不起來沒辦法飛 真的 你這個真的好的提醒 所以如果你只能坐一趟商務艙 你千萬一定要坐回來的商務艙 因為你商務艙 你一定有比較多的空間 可以用來 而且回來是四小時 去是三小時 回來可以坐久一點 去是順風回來逆風 對 今天最新的新聞說 臺灣人Google要去旅遊的城市 第一名是哪裡 日本東京 那現在其實去日本東京 當然不要冷 要穿衣服 要多帶一點衣服 再來就是他有哪一些 比方說交通 住宿 還有這個食物 有什麼好推薦的 我們等一下繼續聊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在休息一下 我們怎麼開始 我們要怎麼開放 一邊太多 我們要怎麼開的 我們要來開放 就是我們要開放 我們 чтоб不要開放 我們要開放 我們要開放 這個 我把你開放 是去國外旅遊帶著媽媽嗎 對 我之前都會帶著一家大小 就我女兒跟我媽媽 對 然後他們也很喜歡去日本 可是我真的是每次帶他們去 我都會嚇到 因為我可能要牽著我女兒 然後 女兒多大 女兒 那時候就是幼稚園國小 那真的要牽著 其實都會陸陸續續 就他成長過程 每一年都會跟我去日本玩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媽媽就是很天兵那一種 所以我只能顧著我女兒 然後跟媽媽說 欸你要 可能要幹嘛 要講一下 要跟上喔 對 因為我還要看路 又要顧女兒 可是我就變成 因為我媽媽 在東京的 你要坐車 在坐那個電車 老實講 裡面都是人 那個地下道 像迷宮一樣 像迷宮 所以我們大概辨識沒有問題 或者我們有手機 有一些 有一個是大人 你稍微讓走私人 你真的不曉得去哪裡走 對不對 真的 我媽媽就是一直瘋狂 不停的走勢 因為她是射手座 我可能看到什麼新鮮玩意 她就不見 然後也不會跟我講 然後要看到帥哥 就去跟人家搭聲要合照這樣子 然後看到漂亮那種小拉麵 還是小朵的花 她就在那裡拍照拍很久 可是她都沒有告訴我 所以我就往前走 變成我就是要一二三木頭人 回去看一下 回去看一下 我每次去日本我都落枕 因為就沿路要一直回頭找媽媽 不然她一定會不見 然後不見 可是你媽媽的樂趣真的 那就是有女兒的樂趣 對 她真的很像小孩子 其實看帥哥 女生看帥哥 就是她的樂趣 然後看到新鮮的事物 然後留下來一直看 或者拍照 其實也是樂趣 她還會看到那種貓咪跟狗狗 然後就跟著人家走 就跟人家很困擾 因為我怕我媽不見 我說媽媽 你在日本碰到 你就真的做老族幹 然後她就很緊張 因為不見 那個時候手機可能我只有開通我的網路 變成找她也很難找 變成後面我就連我媽媽手機的網路 都要開通起來 然後有一次是真的不見到 我們找了很久 因為我有跟她說 你不見 你就在原地站著 我再繞回去找你 可是因為她去了廁所 回來也認不清楚方向 然後我去超商 回來找不到她 我就很擔心 然後就一直找 一直找 找了一兩個小時 然後我女兒就聽到說 媽媽 我好像聽到 有一個人在講台語 罵人 然後我說 這裡哪裡 然後我們就往過去 果然是我媽媽在罵人這樣子 因為我媽媽就拿著手機 問日本人說 你有看到我女兒嗎 你有看到我女兒嗎 我女兒誰就這樣 真的沒路由 快點沒看過 我就想說怎麼亂罵路人 因為她自己也很慌張 然後我就想說 每次大家去日本 我真的很累 再來是因為我一個人要出我女兒跟我媽媽的機票 所以我會去衡量說 有時候會搭配聯航一起 然後她就會 比較便宜 她就開始抱怨說 這位置很小 然後上去什麼 點個泡麵也要錢 怎麼跟我以前想像不一樣 那你以前出國是你自己付你的旅費 可是我要付三張 我就想說你都沒有替我想 然後再來是到 可能到東京迪士尼 我們去住了五天室夜 她是抱怨給你聽的嗎 她抱怨給我聽 聽我不會賺錢 真的喔 對 你已經裝在她了 她還這樣抱怨 對 然後我們去日本東京迪士尼 可能兩個晚上會入住迪士尼樂園 另外兩個晚上我就找比較平價的那種民宿 這樣子我才不會掏太多錢出來 然後她就會嫌棄說 這個民宿還要爬樓梯 還要自己拿行李 怎麼這麼卡什麼的 然後我聽了就覺得 媽媽你都沒有替我想 因為我要花三份的錢 對 然後我就覺得每次帶她去 我就花錢又受氣 再來是她買東西 就是看那種日本的衣服 材質都很好 所以她也沒有看價目標 她真的是把我當包養大叔 我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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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不看 價目標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下來都十幾萬日幣 然後他折合臺幣也要三四萬 我說有點貴 因為他在臺灣的消費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家是在傳統市場工作 可能都買那種三千九九九的 我說媽媽你知道這個合臺幣多少錢嗎 然後我女兒就說 阿嬤我算給你看 這裡要10萬 然後我媽媽說 夭壽這麼貴 算了 算了 這樣子 就會打壞我整個旅遊心情 是 所以其實今年那個寒假 我是要去大阪玩 就是跟一些演藝圈朋友 就蘿莉塔 小優 苡萱 就我們這幾個女孩子要去玩 然後很幸運 也談到那個住宿的合作 所以我們就是只要出機票費用就好 然後我媽媽聽到 她就很想跟 對 可是我想說 哇 你是豬隊友 你這樣跟的話 我可能會被我的那個隊友唾棄 細野少年 對 我就覺得她是我媽媽 我可以認受 可是我不想要拖累我朋友的行程 反而是我女兒就很貼心 她這一次就說 媽媽 你去大阪你自己好好玩 我不跟 我就想說 為什麼不跟 是偷交男朋友嘛 然後她說沒有啦 因為我今年要會考 她今年要考高中 她想說考一個好學校 然後暑假的時候 我再帶她去一次 她很懂事喔 很懂事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孩子長大真好 可是媽媽怎麼都長不大 那飲食呢 日本的飲食 就是說媽媽跟跟你們都ok嗎 因為你們等同是三代 對 你帶你女兒 然後你自己 然後跟媽媽這樣等同三代 我媽媽就很喜歡 就是從早到晚都吃拉麵 然後我女兒喜歡吃燒肉 所以我都要配合他們 然後還要跟我媽媽說 不要每天都吃拉麵 就是來日本可以吃吃他們的和牛 然後他們的燒肉都很好吃 對 吃拉麵比較便宜 對 她就喜歡修修景汪名這樣子 可是她都不知道其他東西都很貴 那這個賣雞這一次去 這個你很喜歡買皮箱 是不是 旅行箱 對 行李箱 就是最近發現到一個品牌叫做 然後在台灣其實都量真的沒有很多 可是去到日本的唐奇科的 你看它是一整排的 就是我去日本的那個 都會買這個行李箱 它這個在台灣的話 就是那種冰箱的款式 就是都非常非常的少 可是你去到日本的話 它的那個價格的那個價差 差到就是租租便宜 台灣大概一萬兩千塊左右 你如果在 台灣比較貴啊 對 台灣是比較貴的 然後再加上你有那個匯率可以退稅嘛 然後再加上那個唐奇科的 有時候什麼九五折的券等等的 然後價差下來要差到一萬五都有可能 那你買那麼多行李箱要幹嘛 就是因為它就是便宜很多啊 然後就覺得說當作是機票 低調這樣子啊 沒有用到耶 買到賺到啊 就沒有 買回來之後 然後發現到整個家裡面都行李箱 去了三趟了嘛 然後我一次還買了兩個 然後買各一個這樣子 我這次家裡面目前有四個顏色 因為你家很大耶 對 然後就變成說 本來擺的東西都要換成 裝到行李箱裡面去這樣子 可是真的你從那個日本回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就是那個轉盤上面 真的超級多 Remova的行李箱 對 很容易拿錯 對 所以你必須要貼一個小貼紙 來做記號 然後連日本人都跟我說 覺得為什麼台灣 現在台灣人這麼愛買Remova 對 後來發現到就是因為那個 蔡阿嘎 他有在那個網路上面 他在日本就是有買做那個比價之後 就是大家通通都去買那個行李箱 所以其實阿嘎 那個什麼 蔡阿嘎 可能有Remova的股份 或是業配之類 有置入 你去日本你會發現到就是走一走 如果沒有什麼台灣人的話 你去Remova那一區 真的都是在講 都是都是台灣人 然後都在那邊拿手機連線 我希望你看什麼什麼幹嘛的這樣 全部都是台灣人 一個便宜到一萬兩千多塊 而且在日本買的話專賣店買還可以終身保固 就是通通都是免費的 那你買一個多少錢 在日本 日本買的話 我看一下 我當時看到的價格是三萬一千塊 日幣嗎 台幣 台幣三萬一千塊 可是在台灣買的話是四萬兩千八 那真的差一萬二 你如果假設說又在唐吉克的 買又再更便宜會便宜到一萬五左右 在歐洲買更便宜 歐洲我上要買差不多九百多塊歐元 九百多歐 現在乘以多少 三十幾吧 三十二 三十三 可是一般人就是可以出國到這麼遠的人 比較不多嘛 是 所以Rimova的那個營業 就是銷售第二名就是在日本 那你一次說買兩個 我第一次去是買兩個 那我原本那個就在那邊就把他丟了 因為想說這個行李箱 終身的保固的 然後你如果輪胎壞了的話 真的就是他會換一顆全新的給你 你要帶到日本去換嗎 台灣在內湖就有了 全球保固 對 然後你只要跟他講說 就是要假把你寄回家 也是都免費 什麼都免費這樣 老師講Rimova的行李箱真的做得很好 他的殼是那個飛機窗戶的那個材質 所以就是都不用很擔心說 會去會去那個摔到還是什麼 那你還買什麼 就是真的你看到的那個價格有沒有 然後換算成 你看臺灣 我看預購的話是一個是賣五萬零四百 對 台幣五萬四 我在那時候當時在看的時候 查是這個價格 可是我在那邊看的話 價格是差不多三萬億而已 十四萬九的日幣 然後換算成那個臺幣 然後再加上還可以退稅 是大概三萬億 真的差一萬多塊 對 因為我發現 真的在日本買東西 你不能拿計算機出來按 你一直按你的錢就會一直沒有 台幣就貼得很便宜 你絕對不能算 你越算你會買越多 可是買了就賺啊 對 就賺就賺 可是重點是你的荷包 就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然後等到你要懷疑的時候 你發現說快要沒有錢了 那你最後一天就會吃了 非常非常的拮据這樣 然後到機場 你什麼都不能買 因為你身上是完全沒有錢的 那你除了行李箱之外 還有買什麼 還有買什麼 我這次去的話 我主要就專攻行李箱 然後還有買一些 就是那個名牌的圍巾 名牌圍巾也都是差到 三到五千塊左右 名牌圍巾指的是什麼 譬如說KUJI的 然後那種就是LV 就是真的都便宜很多 對 然後我明明就是也不怕熱的 然後我買了三條圍巾 因為我圍巾會養 會去抓 可是我就真的覺得太便宜了 換算就是說不買就是 不買對不起 這個價格 因為我臺灣的朋友 他就說這個價格比他們的原購價 什麼都還要便宜 不過老實說他們品質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而且送你到門口 然後我也挑選了說 他們都跪著 那我都覺得說搞得外套是OK一樣 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那就跪著服務你 然後換給你 就好 不好意思 是 是 是 他們日本的服務 當然沒話講 對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其實如果去日本 我像我這樣年紀的朋友 五六十啊 六七十啊 很多人也喜歡去買藥 要餵藥啊 要什麼藥啊 阿里他命啦 阿里他命必須啦 我買一堆 也要水啦 對 也要水啦 對 對 人家那年輕人窮藥妝店 我們老婚也滿窮藥妝店 對 你有去買藥嗎 真的絕對不能讓家人知道 你要去那個日本 他們真的就要叫你幫他買這種 比如說感冒藥啦 然後一次要叫我買六瓶 我就不知道 可以吃這麼久 為什麼買到這麼多 然後那種EVE啦 什麼顏色的啦 然後你看就是那種胃傘有沒有 然後感冒藥有那種訂的 也有粉妝的 然後家人會說要粉的比較有用 對 就不知道這些 這個不是台灣都有嗎 我問過這件事情 這些通通都是他們要買的啊 因為我有一次做分錢 對啊 這也要水 我問的是那種防蚊液啊 什麼東西 睡覺你有蚊子 你就直接打掉 叫他們要擦防蚊液在睡覺啊 然後葛根湯啊 然後龍腳傘啊 然後你看就是那種腸胃的 然後隨身攜帶的 然後就是一堆 還有什麼痠痛體有沒有 對 我這次去我發現到就是他們要那個 那個什麼藥妝店變嚴格了 就之前你可能譬如說買那種EVE的話 你可能一次可以買很多盒都沒關係 現在的話是你一本護照 可能只能買兩個或是三個 為什麼 限量 不知道 這個這個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 特別是因為那個時候有這個 另外一個地區的 如果我插個話 其實你旅遊 你光去挑這些藥的時間就用光了 對 真的 很多人就進去就不出來了 而且而且可是藥局藥妝店 會跟你說就要只能買一盒 然後就接著會跟你講說 不過你明天可以再來 就可以再買一盒 但你有沒有想過 心災巧這麼多藥妝店 你每一間都去買 就買回來了 只是就是一間一盒 一間一盒這樣子 對 可是就很花時間 光是買這些藥的部分 而且你在那邊等排隊的時候 就真的很痛苦 對 因為很長 然後尤其是要退稅的 對 因為臺灣人去一定都要退稅 不過我覺得有個美感 就是因為大家 對不起 旅遊三個目的 買藥 睡覺 還有什麼 尿尿 不過我剛剛說 臺灣人還有一個拜廟 有一個美感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 他們去藥妝店 都是去什麼新宿 銀州 都是去那些觀光客的地方 那其實你如果去那個觀光客 比較少的地方 其實他們也一樣有免稅 然後可是人沒那麼多 他也不會限制你買的數量這樣子 因為有個迷思價格 就是會覺得說比較貴 對 就是生意越好的店 就覺得那間最便宜這樣子 而且還有一個迷思就會覺得說 我去到 我明明已經知道我要買什麼 但是我要問一下 那個裡面工作人員 這個真的比較好嗎 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那種觀光區的 他們就會專門會找那種 會講中文的 你就真的相信他了 對啊 你本來要買A的 結果他一講你就換成B了 就會變成是這樣的 還有在排隊的時候 看到別人的籃子裡面有什麼 對 然後說你那個是什麼 你那個是為什麼 誰告訴我 你要買的 這個你知道了 這個很有名的耶 我跟你說你少買一個 因為我女兒叫我買那個 美白牙膏 買了三十條 這個就是什麼 對 就是我親自的 我在那邊買東西 我就問那個隔壁阿桑 我說你籃子 我說你為什麼買這麼多 台灣就有 他跟我講一件事 我跟你講那個網絡你沒看嗎 上面告訴你說 台灣的是台灣做的 跟日本是日本做的不一樣 我心裡想說真的有差嗎 你要不要仔細看一下 好 不過旅遊就是這樣 旅遊就快樂就好 是啊 買什麼其實不那麼重要 過程 那個過程很快 過程很快樂 那這個世凱呢 他最近半年竟然跑了 美國 泰國 日本 帛琉 韓國 他去超多地方 還有越南 對啊 這樣就幾個 六國了 每個月都會 是是是 那韓國怎麼樣 韓國對我來講的話 我非常的訝異 據說台灣人現在去韓國 也蠻多的 非常多 而且台灣過去呢 應該說前兩 前三名裡面 第一個是日本 第二個就是韓國 這是大家最愛的一件事情 那韓國我覺得 他厲害的一點就是說 他非常的善用 所謂的這個娛樂 娛樂來當作他的 公光旅遊的一個推廣 像他不管是綜藝節目 或者是他的韓劇 我跟你講 韓劇是打片 說的媽媽們 還有年輕人 然後綜藝節目是大家都愛看 然後他們會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選定一個地方 我們這一陣子 我們就去POMO他 然後大家就跟著過來這邊 我這次我去哪裡 我去濟州島 因為疫情過後 再去濟州島 大家在想說 全部的人疫情幾天 都停下來對不對 結果你去濟州島 你發現之後 不 濟州島 他持續性在開發 我嚇了一跳 就是說他知道說疫情 但是他不能停 因為他建設完了以後 你們就會來 我直接就接收了 我舉一個例子 我這一次去的這一個地方呢 你看到他新的最新的 這叫做史努比庭園 你知道嗎 這個史努比庭園呢 大家都知道說 因為史努比是一個國際品牌的東西 他的質感 要求很好 過往我們去很多店 只能吃一個像一個咖啡店一樣 有看到一個史努比的東西 你就已經很開心了 不好意思 這邊是兩萬瓶 兩萬瓶 而且他有室內跟室外 你整個下午的話 你都玩不玩不玩 而且他這一次的一個做法 三千瓶是一甲地 兩萬瓶大概七甲 非常大 而且重點是他這次做的 跟以往做的不一樣 他怎麼樣 他因為史努比是什麼 是漫畫來的 所以你看那個四格漫畫的時候 你試試看 他直接把他放大變成等身大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過去的時候 我變成了 我好像走進漫畫裡面的那種感覺 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的一個做法 非常的好 而且呢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你只要漫畫裡面你看得到 他造景的功夫很棒 他會讓你覺得對 很好拍 然後這個好拍的一個方式是 每一個人都會拍 然後他有室內的 他室內的話 像帶小朋友們去玩的話 我跟你講你就直接 丟他在那邊 你不用怕走私 因為他就那幾個 晃來晃去就夠了 太好玩了 然後呢 爸爸媽媽們呢 去到那邊的話 外面曬曬太陽 跟他們在玩 還有東西可以吃 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我自己是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說 他們很懂得去 去把這些國際的品牌 拉過來以後 把他在地的 觀光旅遊的品質拉起來 拉起來以後 你重新再去的時候 你有新的景點 新的東西再玩再看 這個對小朋友很有吸引力 非常 而且我發現到 很多大人也很喜歡 喜歡的原因 因為Snowbee這個東西 大家都很熟悉嘛 對不對 不過你看到沒有 他別跑去喝他的咖啡 對 他就是 你就看到說 我跟你講 那所有人就擠在那邊 都不喝在那邊拍照 你知道 然後他一拍照 咖啡上面還放墓水 對 那是硬上去 他做 對 他做成了那個 他用可可粉上去 可是他把那個造型 你們就很想拍 拍了以後就馬上上傳 上傳了以後就跟人家打對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點 我是覺得他們最厲害的一件事 你看到沒有 好多東西好好吃 好可愛 不過這一次呢 我去到那邊玩的時候 我發現我剛剛說 他們上一個娛樂 綜藝節目 他們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有一個節目叫做 Cafe Friends 它是一個實境節目 台灣最近在抄他們 就是說幾個大明星去做餐廳 然後他就在那邊 在橘子園裡面 然後做那個咖啡 咖啡還有橘子派 你知道嗎 他們馬上Cafe Cafe就好幾家店家 就是這樣做 我們呢 直接就去這樣的店家 他就直接營造給你說 我帶你去那個橘子園 採完橘子回來以後呢 你做一個叫做 你自己的橘子派 把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 一個影片讓你看 然後你就自己做 然後你就看著做的時候呢 然後老師就在旁邊看一看 你只要稍微放錯一個東西 他就走過來就幫你了 結果你完全不會下廚的人 我跟你講你都會變成神廚 這樣他要賺什麼錢 他要賺什麼錢 他賺你的整個的 第一個 他的一個叫做體驗費用 除了體驗費用以外呢 他旁邊開了一個咖啡館 這個咖啡館也就是說 像這個是我做的 本人在下親自做的 做完了以後呢 他厲害的在哪邊 他旁邊 這是一個派嗎 一個派 橘子派 他在旁邊 因為我們的紀州島最有名的就是橘子 他旁邊那個角落以後 他已經把你設定好 所以你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每個人做好 放在那邊 咖啡一拍 就是一張網紅的一個照片 然後他就讓你在旁邊 你就去吃這個派 現場吃 現場喝咖啡 我跟他說你 哇 太棒了 而且第二件事情 另外一個超厲害 本人在家 我會做好 很誇張 很帥 我怎麼可能去拍這種照片 可是他們現在很流行的是 很多人去韓國都會拍這種韓服 韓服照片 但是有沒有發現都是 你幫我拍 我幫你拍 對不對 然後自己衣服也不知道怎麼穿 弄得亂七八糟 他們這次不一樣 因為疫情帶來很大的一個 這個產業上面的一個衝擊 他就直接跟這些地方產業 他們本來在做什麼婚紗攝影 婚紗攝影他就跟你講說 哪 我幫你結合變成觀光旅遊 那觀光客去跟你那邊下訂 下訂了以後 你就用整套我們的方式 而且攝影師跟拍 他幫你去拍 所以我去參加這個時候 一大早起床叫我去他們那一邊 梳妝整套弄下來 而且還規定 我說我的眉毛不要那麼粗 不行 韓國的眉毛一定要那麼粗 然後什麼東西都規定好 因為他要營造出最美好的東西 然後攝影師帶你去拍 不但帶你去那個所謂的 度假村裡面拍他還不告訴你營造說 你這樣做你這樣做的動作 做完拍完了以後 他當天晚上他就可以把那個片子給你 他就告訴你說你可以變成網紅 每個人都是網紅 因為照這樣做完了以後都很棒 重點是晚上還有另外一組 這一組更厲害 這個超便宜的 去玩這個呢 這個照片拍只要八百塊台幣而已 為什麼 他就是什麼 他在一個森林裡面 把這些東西都弄好了以後呢 他說你來 那你就這個舊定位 我幫你拍 拍完了以後呢 有沒有看到像這張照片 他幫你後製 像人嗎 那個韓劇 那個什麼飯店的那個感覺這樣 他幫你做完了以後 還有半個小時 你有沒有相機 有嗎 有相機的話對不對 我教你如何拍 也就是說我不但幫你完成了 你可以當網紅 你還可以學到拍攝影 這些人是誰 是當地的本來的攝影師 所以那個月亮是後製的 後製的 對 然後他就告訴你 因為網路無國界嘛 我先幫你拍 拍完以後 隔天我就後製 我就給你的 就這麼方便在這邊 所以這個是我 最好看還是最後面那一組 那當然 新聞哇哇哇 不過講到這個 等一下再來說 所以你看其實韓國的戲劇做得很好 對 然後這也是一個很強勢文化 現在開始往外擴散 是 那臺灣人很喜歡追劇 特別是女生 就開始受到他影響 對啊 好 等一下繼續聊 來休息一下 好 其實四凱他也是北海道的觀光大使 是 那剛剛講的韓國 韓國的地理 地理這個位置跟北海道差不多 差不多 緯度差不多 對 是 是 冷度也差不多 冷度也差不多 對 所以在冬天的話 大家其實都會選擇去這兩個地方 因為要 滑雪 答對 玩一個臺灣沒有的東西 那就是雪 對 對啊 因為臺灣人看到雪 哇哇叫 對 第二天就 哇 不是雪 第三次 哇 不是雪 如果你在美國還要掃雪 因為雪都滿喝 真的 而且在美國的時候 那真的好痛苦 對 第一天真的很興奮 對 第二天就興奮減少很多 第三天就覺得煩了 對 而且我覺得我們如果沒有戴墨鏡 那個對眼睛的壓力很大 很大 而且你看我回來以後 我媽突然間問我說 你怎麼變黑了 我跟你講 那個光 那個紫外線 紫外線非常強 防曬很重要 那北海道有什麼介紹呢 我跟你講 北海道呢 那當然因為最近最紅 去年整年最紅的 那叫做初戀 每個人都在講 真的 連我們的冰冰蝶 都在唱這首歌 你就知道他多紅了 那我們去呢 因為我覺得初戀 其實某個程度 我覺得他有點在學韓國的行銷手法 也就是說他這一部戲 他整個搬到北海道 他等於是透過戲劇的關係 把我們叫做 公光旅遊簡介的一個概念 很多的地方他都呈現出來 你就去追他出現的一個地方 像我們去的這個第一個地方呢 大家最熟悉的 那個叫做什麼 也就是天狗山 就在小樽 對 每個人都要去 以前去的感覺 覺得 覺得漂亮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是看完初戀以後 每個人去到那裡去說 哇 這個是初戀的場景 就是這個樣子 對 然後去到那上面呢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小樽的運河 非常的一個漂亮在那邊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常會跟很多朋友 小樽的運河 到底是夏天去比較美 還是不一樣 風情 完全不一樣 我個人我們是選擇 因為我們喜歡拍照 我們選擇是晚上 晚上沒有人 所以你拍出來的照片是靜意的感覺 而且呢 他那個水光會泛那個 跟燈光下來 對不對 而且有時候冬天 還會飄一些那種雪花 我跟你講 我們一邊拍照 一邊放那個日本的歌曲 簡直就是很有那種 MV的意境在那邊 來到北海道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麼 因為這個大家沒看過 就是玩雪嘛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池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只要 超商出現北海道冰淇淋 那就會賣斷貨 我們去到北海道 是每天必須都要來一支冰淇淋 連我跟你講 下大學你要吃 而且真的超好吃的 對 這麼濃 還吃冰淇淋 對 因為他的牛奶很濃 真的 真的 然後呢 剛剛你說 媽媽還有小孩子對不對 其實我滿推薦 下次你應該到我們的北海道 來旅遊 因為像這個地方呢 它叫做頭媽姆 頭媽姆呢 它是世界知名的一個雪場 雪場就是滑雪勝地 它有個新野度假村在那邊 新野度假村臺灣都很熟 其實它很喜歡 它的好處在哪邊 你看到那邊整個環境 超漂亮 這是我去滑雪 因為我喜歡滑雪 我到山上以後往下 我用手機拍的 它拍起來的感覺就很像那個聖誕 那個卡片的那種感覺在那邊 而且它的那個粉雪 那個雪真的是細到 我常跟人家講說 我說去滑雪第一件事學摔倒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當然喔 因為它是全世界唯一的粉雪 我要嘗試看看 什麼叫粉雪的感覺 事實上它根本不會滑 就一直在摔倒就對了 可是你會覺得那個樂趣會變成 突然就變得好好玩的感覺 在那邊 長到雪 我有一次去川路 川路有那個丹頂賀 對 然後我就旁邊聽到 那丹頂賀很漂亮 其實丹頂賀很大隻 對 叫聲很響亮 我旁邊有 我聽到臺語說 也請把不知道好講 你說臺灣人好像很喜歡 什麼事情好像都會問說 都要跟吃有關係 那因為我剛剛講說 我為什麼推薦這一家度假村 是因為他呢 他有兩棟 一棟呢 這是我推薦的這一棟 那這一棟的好處在那邊呢 我跟你講他的房間多大 在托巴姆 新野度假村 對 他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一層只有四個房間 所以你知道他一個房間 有三十幾坪 我想說 我自己在板橋住的房子 都沒有那麼大 對 三十幾坪很大對不對 然後你進去 所以我跟你講你進去 他有客廳 有自己的客廳這麼大一個 不但是這樣 而且他跟別人不一樣 還有自己的客廳 然後還打燈 然後你就想說 你在那邊泡的時候 旁邊那個窗簾一拉開 外面都是雪景 那超舒服 超美的 不但是這樣你知道嗎 三溫暖 他有自己的烤箱三溫暖 在你的房間裡面 好離譜 超離譜吧 對 然後來到這邊玩呢 我跟你講 剛剛說過了 他的早餐 我最喜歡的就是 早餐之光軟 對 而且誇張到就是 他就是一堆在那邊 然後他有很多選擇 隨你拿 這個算是Semi Buffet 然後半自住室 他有趣的是 你可以點一個主餐 然後其他的你自己拿 或者是你到不同的餐廳 他總共六家餐廳讓你選 我選擇這個在三十二層樓上面 直接看雪景吃這樣的一個早餐 然後這個是 對 所以你旁邊那個是干貝嗎 對 干貝 生了干貝 對 然後超好吃 龜卵 然後他總統是蓋飯 完全 對 然後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我可以吃三萬 對 所以你看到沒 這是在度假村裡面 還有 剛剛講的度假村 是講房間 他最厲害的是 他有一個 溫水游泳池 熱浪游泳池 全日本最大 所以說你去到那邊 冬天你還是要戴泳衣 你帶小朋友去玩 小朋友第一天讓他玩水 他很開心 第二天讓他玩水 他更開心 不吵不鬧 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還是溫水 是的 那大人 他 大人 就在剛剛的那個泳池的旁邊 他有一個戶外的 因為去北海道一定要泡溫泉 泡湯 對 泡湯 他這個是泡戶外的湯 一邊泡 雪就在旁邊這樣子 所以那種感覺超棒的 對 除此是在晚上 冬天限定 他有個艾斯冰層 也就是他在托邦姆的旁邊 他的冰之教堂那邊 他打造了一個非常大的 只有晚上才有的冰屋 冰層 所以有一棟一棟 像艾斯基摩人那種小冰層 然後你走進去以後 像有酒吧 全部冰座的 還有飯店 全部冰座的 椅子也是冰座的 椅子也是 桌子也是 也是 全部連杯子都是 對 所以你會覺得去到那邊 服務生呢 服務生是有穿衣服的人 會不會 很冷啊 很冷嗎 不會 因為它在裡面 對 裡面有放暖氣 對 暖氣 暖氣融化啦 因為它你會覺得說 你看到沒有 它有很多的活動 你可以在那邊 然後在那邊烤那個 那個棉花糖 就是那個棉花糖 所以你看小朋友大人 都會覺得說 這個是台灣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去那邊我很值得 一個晚上多少錢 這個一個晚上的話 它大概是一萬三千多塊 台幣 台幣 我跟你講 你想一想 一萬三千多塊的台幣的房間 在台灣的飯店裡面 它是多大一間 去台灣的飯店不算 很貴 所以相較性之下 我去到那邊 我的後面就是滑雪場 我是專門去滑雪的人 我超開心的 而且它滑雪場的上面 它非常貼心是 它有一個專門攬車 大家都可以上去 上去到上面以後 直接往下看 而且上面還有一個咖啡館 然後呢 它把喝的東西 那個咖啡上面 再弄一朵雲朵在那邊 對 所以很有儀式感 然後再來一點 我們現在說一萬三 可是你知道那個人 那個要很早訂 超難訂的 你一定 對 而且在過年前這一段期間 十二月到過年前 這段期間是超難訂的 你真的要訂的話 要到後面的時間 一萬三是雙人床 還是一個人 雙人 所以是兩個人 它可以兩床 對 兩床 對 兩床 一萬三好像滿划算的 你跟你媽媽跟你小孩 應該擠得下 我想帶我小孩去就好 日本都是按到人頭收費的 不是一個房間收費 它是這樣 它是一個人頭的話 就是你就拆開來 對 它就是反正 一個人一萬三千五 沒有 一萬三是兩個人 一間房間的一個家庭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剛剛拉拉說帶媽媽出去 那兩代之間 因為觀念上喜好上 都有所不同 所以就比較不是那麼方便 那志偉是 你們有全家去玩 有 有 有 其實我也蠻常出國旅遊 那但是因為這兩年疫情 我們就出不去 所以在 其實在疫情爆發之前 就是二零二零年 那時候其實泰國已經有傳一些零星的疫情 就是大概二三十個確診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本來就已經安排好 就是全家一起去 所以那時候就是我帶我媽 我太太帶我岳父 就等於是說 就是我帶我媽媽 他帶他爸爸 剛好兩隊 不是 兩隊 沒有 我意思是說 就是不會因為 不會因為你帶媽媽 太太不開心 或是你帶爸爸 老公不開心這樣 但我勸大家不要幹這種事 為什麼 因為其實習慣不一樣 然後而且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話 真的千萬不要帶老人去 因為老人家真的 他不會走 因為我岳父就是 他有出過車禍 所以他穿 他的腳不能走太久 可是他又是一個 我是男子漢 我很逞強的 那因為我們要去泰國 因為泰國就一年都是夏天 他不會有冬天的感覺 所以我岳父想說穿涼鞋就好 我去接他的時候 我發現說你怎麼穿涼鞋 你不要穿涼鞋 他穿那種牛皮的 他說沒關係 或者一個涼鞋 我以前去北京 我去哪裡都穿這箱 那真的他就沒有穿球鞋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行程 就是我到了 我們去曼谷 然後也有去清邁 其實對老人最好 就是按摩是他們最開心 但是一直在走 你要坐他們的地鐵 或者是說 我們也有買當地的local tour 是會有車子來接 就是有車子接的時候 我岳父就很開心 要走路他就一直搖頭 是因為腳會不舒服 然後因為帶媽媽出去 就是媽媽就是一個比較省的人 他都要先看價錢 泰國的壁紙跟我們台灣代表 怎麼說一比一 我媽媽說這樣喔 在泰國沒那麼燙 我說不會啦 泰國東西比較便宜啦 尤其吃的 那我媽就會看一下說 這個這個這個一個一個什麼 因為泰國你去吃都要吃 他們的那個芒果 芒果糯米 對那個芒果糯米很好吃 可是我覺得這樣一大碗八十塊 很便宜 我媽就說 這個一個要八十塊 這樣子很貴 就帶我媽出去吃 這雙飛機出來 八十塊不貨 是啊 是啊 我媽就會 我媽其實想吃 但是她又怕說這個會不會很貴 你看我們幾個人 我們家四個 他跟我姐六個 我岳父七個 他說這樣才吃個甜點 就要花五六百塊 我就跟我媽說 帶你出來玩真的好不痛快 你就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就一直嫌他會不會很貴 但你要不要吃 我媽說是想吃 那就不要看價錢 你就給他開下去就好 但我岳父跟我媽媽是反差 我岳父就是不看價錢 其實我覺得帶老人出去 就是要包車 因為其實老人最不能走路 然後像我 像我自己的經驗 像我這一張說 我們二零一五年 我公公 我覺得我公公真的很有智慧 他就是花了一百萬個開下去 他就是說 他要招待我們家族 每個人去旅行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平常說 我們今天大家商量說 我們去日本過年 那每個人是不是意見很多 那他出錢 就大家都意見 然後甚至連那個 在美國的孫女都跑回來了 所以我們那一年就十八個 我們就整個包一個團 然後我們其實就是在 這個是在伊豆的飲水莊過年 然後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說 因為我嫁到他們莊家 那時候是二十一年 然後其實我公公 他們很傳統 他們都我 所以我過年都不能回去過年 然後那一那一次他說 他同意說去國外過年 所以我們就全部去 可是很有feel 因為你想看嘛 大家都穿那個和服 就很有儀式感 我們知道過年 所以會發紅包 然後所以大家洗洗小孩子 也都蠻有蠻有記憶的 那尤其是像我們幾乎每一餐 因為你是包團嘛 所以我們每一餐都會吃定食 吃懷食料理 所以我公公就會很開心 然後事實上這個是我大伯 他其實已經過世了 但是其實在那個時候 我們後來在找他的遺照的時候 就發現他其實笑得最開心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時候 我們全家去旅行的時候 對 然後就是因為我公公 他八十七歲 所以他是受日本教育 他會講日文 所以事實上他到日本 都很有感覺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我帶他去明治神宮 然後這個就是明治神宮 那是全日本最大的鳥居 那這個鳥居其實他是用臺灣的紅塊 所以然後我公公那時候記得 他還他還那時候還摸著 那個紅塊說 跟紅塊講說 對不起 我不能帶你回臺灣 好可愛 所以我覺得其實老人家 他因為他受日本教育 他去日本就很有感 那因為他現在已經九十四歲了 其實也不可能再出去旅行 所以我們這三重縣那個嗎 不是 是在那個東京的明治神宮 那裡嗎 對明治神宮 這個是日本統治臺灣的時候 砍了非常多臺灣最好的快幕 我記得我去看那個紀錄成的時候 他有介紹他那個柱子 就是臺灣最好的快幕 臺灣的快幕看有多好 對 所以我那一次經驗完之後 我就 後來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跟我太太都覺得說 帶老人出去真的很麻煩 而且他們其實就像拉拉講的 因為其實他們想要看的 就是看風景 吃好吃的 買東西 這就是老人喜歡做的 那因為有一天我們也會變老 所以我覺得說 我自己個人也不是很喜歡自由行 我不太想要動腦 我覺得如果 如果今天我要自由行 我一定不會計畫 我是完全放鬆的 就吃吃喝喝就好了 但如果我是要去看風景 我就希望有車來接 會有導遊領隊介紹當地的 你就只要很放鬆 因為旅遊就是要放鬆 所以我後來就安排了一個 你不是要帶媽媽去沖繩嗎 你就坐郵輪就好了 坐那郵輪 他就會 就三天兩夜 會帶你到沖繩 靠個港 老人就下去買東西 吃東西 然後在郵輪上面 他都不用走 他就看表演 有那個拉斯維加斯的秀 然後有魔術秀 還有那個歌手在那邊 我們那次是蔡小虎 就是老人就很喜歡 我媽就說你這個安排這樣就可以了 而且上船很體貼 還給你會暈船 跟你吃暈船 那就是一樣 他就是有日式的 然後有這個 就比方說小朋友喜歡的炸物 然後也有就是台式 他有不同的餐廳 你都可以去吃 那像我岳父就很喜歡吃生魚片 我媽是喜歡吃那種 燒個大碗的那種 比方說拉麵很大一碗 跟你媽一樣 我媽說這個以後就是要常來這一種才對 不用走 還可以看海 因為那時候快要靠近 他就是晚上航行 然後快要到沖繩 就讓你看日出 對 那看日出 我媽就說 沒看過這在頭這麼大 我媽就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要帶全家人出去旅遊 要嘛就像慧珠姐這樣 就是包一個團 花錢 其實你就不用那麼辛苦 要嘛就是坐這種郵輪的 長輩出門 我說起來 關照面太多了 真的 你會記得要把他帶給我 是 是 是 那個長輩都有很多慢性病的藥 不然你也沒帶你會害 然後要有耐性 什麼都要慢 什麼都慢 而且他會常常想要上廁所 對 差不多應該一小時 這兩小時 他就是要上廁所 沒錯 再來吃的東西要軟 咬起來不動 對 不然他太頂的 咬起來 沒錯 再來路途不要遠 在附近就好 像我那時候我退休的時候 我就幫我媽媽量身訂做一個東京賞鷹的旅程 那就是那個 可是因為東京你再怎麼樣都是要走嘛 可是我發現 其實那時候我媽其實幾歲還可以走 那像現在我媽媽已經都沒辦法走 所以真的帶老人家出去出遊的時候 真的要趁年輕的時候 那而且我覺得老人家他如果捨不得花錢 沒關係你就把他花下去 像我們到那個什麼前朝 我記得我就想說不要讓我媽走 我們就租個三輪車 你怎麼這樣對著LALA講 沒有 不要 就給他花下去 學聰明了 我後來就想說我留在台灣賺錢 然後他每一年媽媽想去哪裡 讓他自己參加 對 我三四年前讓他自己去紐約玩 他回來跟所有經紀朋友炫耀說 你看這個是黑人 這個是白人 然後各種那種貼臉的親密照 你媽媽 對 他就是很喜歡就跟外國人 跟那個外國人不認識這樣 臉貼臉拍照 對 臉貼臉拍照 他覺得很開心 對 就是我符合他的那個興趣跟喜好 因為他就很想要去美國一趟 然後我就開始盤算 他會講英文嗎 不會啊 因為我早認識的導遊陪他 就是一直跟團 然後回來導遊就跟我說 我終於知道 你帶媽媽出國多不容易 因為他一個人去 就跟導遊一起睡 然後那導遊又是有朋友 就特別關照我媽媽 然後就像鄭大哥講 就是很會尿尿 然後很會要求 然後吃飯也吃很慢 然後買東西也買很久 對 就是確實 如果說長輩要跟團 也是要符合大家的習慣 然後幫其他團也會都等他 因為我說實在 我們也有那天 對 我們也會老 我們老的時候 我們也會希望年輕的淡然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賣機也帶媽媽去日本 對 我相較其他的 我說我媽媽他個性就很像小朋友 反而我跟他出國 我變成我像是那種爸爸媽媽這樣子 對啊 就是不管去哪裡 他都很 要照顧他 很能走 然後不管他很能走 然後很活潑 很開心這樣 然後什麼都要買 我都覺得說好 要賣給他 他也會考慮說要買哪個好 我會說那沒關係 我們都買 你如果回家選不要的 那個再給你的閨蜜 就是分給閨蜜也沒有關係 這樣 一個是兩克拉 一個三克拉 你叫他兩克都買 你不是要裝電 我們的康佔就是要裝電而已 兩種感冒要選一種 沒有到那個了 我們經過金餅廳 就是加快腳步這樣子 加快腳步 要加快腳步 這樣子 金餅廳 加快腳步過去 只要是那種 把媽媽的眼睛捂住 不要看 不要看 比較貴的就是趕快走快點這樣子 或者是比別的地方這樣 但我媽媽就是他 他跟小朋友一樣 就是他很能走 他一整天我的行程 就是可能一個禮拜下來 每天都在逛街 逛街 逛街 不一定要看風景 他都很OK 然後即便東西不是吃那種正餐 我們可能就說 我說這條街很好逛 我可能Seven吃個東西 買個東西出來 我們就在跟我媽媽 在Seven門口吃一吃 他也OK 就是他很好溝通 隨性 對 然後東西也都很能拿這樣子 他也都不會覺得重什麼的 所以你就交給媽媽拿 對 沒有 他的東西他會拿 我也會拿我的這樣子 他住呢 住怎麼辦 住的話就是 因為我就覺得 還是想給媽媽一點 自己的那個隱私權 就想說媽媽可能 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就是我們會訂兩間 但我媽媽很可愛 他到晚上的時候 要按我門鈴 那我就說怎麼了這樣子 他就說他要過來跟我睡 我說為什麼 他說怕那個日本鬼 他說台灣的鬼 可能念阿米董什麼的就好了 他說萬一如果被日本的鬼壓 他不知道要把它處理 沒事沒事 我就說哪有這麼誇張 他就說不知道要把它處理 他就來跟我一起睡這樣子 這個好笑 我就覺得哇 你認真的嗎 那那一間房就沒人住了 就變成說那間就拿來放行李箱 跟我們的貨這樣子 我覺得天才太奢侈了 把我們人的貨 奢侈喔 那因為媽媽還就是會怕這個這樣 然後他都要開燈 睡覺這樣子 那你去日本那麼多趟 你覺得日本他會問你哪裡來嗎 其實不太會 可是他會很明顯 就是他會看你的樣子 來知道你是哪一國人 然後但我覺得你最好就是在結帳之前 你要拿出一些護照 讓人看到說 你是來自台灣 真的態度就會變得比較好 當然不是說是什麼 九十度鞠躬這種的 可是很明顯 他對你的態度就是相較於別的 就是會比較不一樣 你有觀察嗎 真的有 很明顯 而且因為我認識一些在日本藥妝店的 台灣的朋友 他們也是說就是他們真的都會比較偏台 於台灣這樣子 對 我有時候去旅行 常常一個人嘛 那一個人我會請對方幫我拍照 那拍照他們都問我說從哪裡來 我一說台灣 他說台灣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 我聽不懂的日文 對 他們說台灣人都穿三宅一身 對 三宅一身也超便宜的 在日本也真的 幾乎台灣 我看大概是五折的價錢 三宅一身才台灣的一半喔 對 三宅一身很不便宜吧 可是 好 真的有 鞋背包 我那時候在裡面看的話是四五千 台灣我前幾天看一個是一萬二一萬三 一模一樣的喔 三宅一身 三宅一身 這個三宅一身很厲害 一片布就可以做成一件衣服 剛剛講到北海道的飲食 有沒有什麼可以介紹大家 講到北海道的飲食的話 我想說大家其實最熟悉的這個東西 應該就是拉麵 因為很多人呢 其實去北海道特別要去 像你媽媽一樣去吃拉麵 那其實我剛剛聽完以後 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推薦你媽媽 去住一家飯店 然後這一家飯店呢 他其實在我們的這個雜謊 他叫歐姆 歐姆山 然後你去住的話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就是 因為雜謊有一個叫拉麵一條街 他把所有的有名的拉麵 都放到那邊去 然後這一家飯店最厲害的就是說 他跟對方講好 講好就是說 他出一個叫做三連卷 也就是他有三張卷 你可以吃三碗拉麵 但是三碗拉麵只有半碗 意思就是說 我不用吃到一整碗 然後很飽 我可以吃這一碗 然後我吃了一半 對 半碗 然後我可以吃下一家的半碗 對 可以吃到不同的味道 所以我有味噌的 有名的味噌的 我可以吃到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的醬油也可以 醬油也可以吃到 那個鹽味的 你都可以吃到在那邊 我覺得在這邊的話 我就非常推薦大家 你看 而且他厲害的是說 他就是產業合作 他也怕說讓人家覺得說 為什麼他有差異性 就看起來長得不太一樣 對 他乾脆就說那我出資 我做了我屬於我的碗 所以你去那邊 每一家店都有一個屬於他 特定的一個碗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塊的 一個感覺是非常的 就是很值得推薦給大家 那不過我剛剛稍微聽了一下 我其實一直很想跟大家 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過去在做演講 分享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到說 大家都有類似 你剛剛講的那個問題在 可是大家都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這趟的旅行 就是要是誰在旅行 誰才是主角 如果是媽媽是旅行的話 老實說你必須把你自己 放在後面 以媽媽為主 完成他的夢想 然後小朋友 很多人會看那個網路上面 只要就是帶小朋友出去 好像很厲害很棒 但是那個都是給你看的 實際上的狀況 他絕對不是這樣 你要去思考 小朋友要些什麼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那一天就來跟我抱怨 其實人家拉他媽媽 那座就是迷路之女 打工都迷路 我朋友給我 他跟我講一件事情就是 他說誰誰誰跟他 他在網路上看到 誰誰誰的行程 在日本搭那個地鐵怎麼樣 他他們家小朋友三歲 你知道三歲 你知道日本東京的地鐵 那個就是下午五點的時候 那是超恐怖的 蚂蚁 我覺得很像那個蚂蚁穴 他人還沒有出來 特別是東京車站 新宿車站 你去看看 然後他人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全部人擠上來的時候 你知道嗎 小朋友是突然間下到 下到以後 我跟你講開始失控 就開始在地上打滾 就哭跟叫 爸爸媽媽怎麼去哄他 就是不行 不停不停 哄到他整天都在 都在處理這件事情 很容易被人潮沖散 對 所以這種東西 你要思考就是說 我知道他們的旅行是誰 再一個 我剛剛雖然推薦了 一個度假村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那個志偉哥講的那個 郵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另外一個更厲害的 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那叫自駕遊 自己開車 對 租車自駕 因為像是日本的話 我們臺灣的護照版 我們臺灣的那個駕照版就可以 所以我非常推薦 像剛剛有在聊說櫻花對不對 你三月去擠那個東京大阪 我跟你講人擠人 可是你五月份 你再去北海道看櫻花 又漂亮 而且你自駕的話對不對 爸爸要上廁所 隨時都有廁所可以上 你看到什麼風景好 你就停下來 小朋友電力不夠 要睡覺 直接在後面就在睡了 所以對你來講是很棒 另外一件事情是 韓國現在也跟進 像我剛剛在介紹那個濟州島 濟州島現在也承認 我們臺灣的一個駕照 它也可以這樣玩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推薦給大家 對啊 另外一個就是 一定要記得就是季節性的美食 那像我們冬季來的去日本 一定要吃螃蟹啦 對啊 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水果吃到飽 一定啦 超便宜 現在是那個草莓季的時候 色香葡萄草莓 對 就不要管它多少錢了 就直接就買回來 就親密在房間裡面吃了 我覺得你們好像沒有 主持人的節目一樣